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杨鹏 我是一名纹身师 刚一开始接触纹身的时候 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身上的纹身特别难看 纹身可以给人一种信念 给人一种理念 给人一种能量 它不仅仅在于一个给客人去 什么人一个身图案好看不好看 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 他们是凤凰的涅槃的过程 是一种栽生的过程 也是一种能够让他们自我感到救赎的过程 那么纹身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简单的图案 在于一种心理上的沟通 坚持做这个行业 因为我从这个纹身中能够获得到不同的乐趣 那么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这共同的语言就是什么 我们用图案 不需要去用语言来去讲述什么 我们用图案就可以诉说出 每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我一直坚持到今天 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杨鹏 我是一名温身师